今次我教大家 化一個是怎樣用 現在最新興的 最大熱的是眼線膏 去做化妝效果 大家可能覺得眼線膏 就是眼線 其實不是的 如果懂運用 可以做好很多化妝效果 首先我們先塗了眼線 現在用黑色 因為中國人通常我上眼線 用黑色是比較層次分明 因為我們眼睛比較弱 所以用黑色比較好 我們沿著眼皮線 最貼眼的地方 我們做化妝效果 眼線膏很容易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自己 用推拉式的動作 就可以把眼線畫得很直很順 如果傳統的眼線翼 一支棒仔的那些 我們要手很穩定地畫 如果畫得不好就會震 就不漂亮了 但這個會很軟的推動效果 我們慢慢把眼線拉長 然後在眼尾的後半角 上面這個位置 如果想用眼淚一點 就可以畫高一點 斜一點的角度 勾給你的眼睛 大家看看 畫了眼線 然後我們可以用一個 咖啡色眼線膏 咖啡色眼線膏 除了我們可以說 我想我裝自然一點用咖啡色 你也可以做一個下眼線的效果 下眼線其實挺難做 為甚麼呢 做得實就好像紋眼線 做得輕就好像髒 所以我用眼線膏 它那個比較濕溶效果 看上去比較軟一點 眼眉膏先看 我們沿著眼尾位 這樣下 角度方面 在眉眉的位置 較為粗一點 去到眼尾中間 慢慢去修靈 慢慢修右 它 做成一個有粗有效的線條 其實很簡單 用手指 這樣揉一揉它 讓它鬆一點 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黏在這樣呢 同時 如果我想隻眼 這個眼皮這個位 粒一點 實一點 都可以用一個 眼線膏 都可以沿著這個尾位 好嗎 加粗一點 然後呢 搓上它 做了一個 好像我平時塗的架 都沒有效果 那個陰靈位 但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嗯 因為是防水嘛 我們不需要不停補妝 你知道 我們現在夏天又來了 還有很多女生都很忙 我喜歡化妝 但是不喜歡補妝 很多女生都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就好了 因為呢 起碼我八個小時之後 都不需要再補了 接著呢 Face這個都可以做眉的 但是呢 我首先呢 就用到眉筆先 畫了眉筆 畫了眉筆 各位 畫了眉頭 至眉生 眉生 就是眉最高的地方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 少許咖啡色 好 用眉生 至眉眉 那裡 好 我們呢 做回一個 有的眉條位了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呢 又可以用一個 平時化妝的眉策 好 把這個眉筆 和這個 灰色的眼線膏 放在一起 然後呢 裝上顏色的顏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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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眉的尾位是比較硬 比較實質 煎柔一點 跟我們平時用眉筆畫 或者我們出油 或者我們出了行 眉尾就不見了 就變得比較尷尬 但以這個方法就不會了 因為都是防水 變成全日眉都可以這樣 特別有時候我做運動 或者你們去做游泳 都不會擔心我真的起床 摸了眉 現在可以維持著眉 這樣可以很穩定 又不需要說 我想去用眉的眉 令眉很實 或者沒有變化 這個可以當化妝 說不當眉型 最後在眼部化妝上面 當然我們先做少許的Mascara 當我們塗了下面的啡色眼線膏之後 做了那根領位 再加下面的Mascara 就變得很凍涼 眼會很深 很軟 但有時候我們做下面的啡色的尾位 只做睫毛 就可能你們會覺得很浮誇 又或者只做眼線膏 做睫毛 就會覺得很假 其實這是一個配套 當我們做了這些流體感之後 就可以加上的睫毛的下面 都不會太浮誇 最後我們加上一些胭脂 還有純彩 妝就已經可以了 是不是很簡單 和很乾淨 很快脆呢 這個方法希望你們都喜歡 和可以幫到你們 可以快一點化妝化妝